接下来我们勾一下这个角的部分 我们来起针 我们是用辫子针的方法来起针 先这样打一个线圈 勾针穿进来适当拉小 左手把线搭好 然后勾针勾住线拉过来 这就是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好了,勾好这五针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在倒数第二针里面穿针 也就是第四针变得真正眼儿里面穿针 我们倒着往回勾短针 我们先连续勾好三个短针 第四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呢,第三针里面勾上一个短针 第二针里面勾上一个短针 勾好三个短针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勾上三个短针 这一个针变里面同时勾出来三针 我们是用字母forl w来表示的 勾好三针 勾好这三针之后呢,我们就转过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这个第二针和第三针里面 分别对应勾上一个短针 第二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 勾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在第四针这个针眼儿里面穿针 对应勾上一个夹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那么这两个短针 这样最开始的那一针 总共呢,也是三针 那么这一整圈呢,总共是十个短针 勾好之后呢,我们需要连接一下 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带过来,带到后面线圈 拉紧 这是一个引拔针 那么第二圈正式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先勾一个变字针 首先呢,我们在第一个针眼儿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夹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第一针做好标节 接下来勾两个短针 占据两个针眼 然后接下来勾三个夹针 连续勾三个夹针 这是第一个夹针 然后第二个夹针 然后第三个夹针 勾好之后呢,我们再对应勾上两个短针 最后呢,还剩下两个针眼儿 再勾上两个夹针 那么这两个夹针 加上最开始的一个夹针 凑在一起呢,也是三个夹针 好了,这一整圈勾好之后呢 就变成16针了 连接一下 直接这样带过来 好了,第三圈正式完成 然后呢,我们继续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先勾一个变色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然后第一个针眼儿里面 勾上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里面 勾上一个夹针 接下来勾上两个短针 然后呢,我们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重复勾三次 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夹针 这个是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这个是第二次 第三次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好 三次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勾上两个短针 最后呢,我们再勾上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重复勾两次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一个短针 一个夹针 好,勾好之后呢 这一整圈总共是有22针 然后连接一下 拉紧,一定要拉紧 不然这个地方容易多出一针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我们就是不加针 不减针 勾这22个短针 先勾一个变子针 那么我们这个第五圈在勾的时候 这个针眼的部分呢 发生了变化 我们把这个前半针留下 直挑后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作为针眼的部分 我们来勾一下 挑后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 作为针眼的部分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一针 别忘记做标记 就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第五圈 这一整圈全部勾好 不加针 不减针 勾这22针 勾后半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第五圈 这一整圈全部勾好了 那么从第五圈开始 我们勾好之后呢 不用再进行这个引拔针的连接了 我们和这个外主体一样 我们直接进行这个螺旋勾的 这个针法就可以了 直接开始勾第六圈 第一针勾好之后 做好标记 第六圈 首先需要勾九个短针 我们先把九个短针勾好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从第六圈开始 到最后一圈 我们就都用这个螺旋勾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每一圈勾好之后 都不用再进行这个引拔连接了 直接开始勾新的一圈 九个短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勾上一个减针 大家看一下 九个短针 一个减针 就这样给它勾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后面的部分 直接勾十一个短针 好了 我们这个第六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姐妹们就看着图解部分 把后面第七圈 到第十一圈 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跟着图解呢 一直勾到了第十一圈 然后呢 在里面放屁屁面填充起来了 随我把线拉长 留一个长线尾 后期用于缝合 然后呢 我们先来连接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同样的方法 跳过第一针 从第二针的针眼里面穿针 找到最后的一个短的针眼 调它的后半针 连同下面这个小线圈 一同这样穿过去 连接好 大家看一下 剪针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脚面的部分 非常明显的 我们这个脚呢 需要勾出两个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勾一下这个小花的部分 这个装饰品 我们来起针 把线绕手指一圈 拿下来 所以说把线搭好 捏住这个地方 勾针穿进来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先勾一个并子针 然后呢 我们勾上五个短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好了 勾好这五针之后呢 把这个线维拉紧 然后呢 我们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连接一下 线维横在上面 勾在里面 直接这样带过来 连接好 第一圈正式完成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花瓣的部分 先勾三个变子针 一 二 三 好 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我们给它勾出一个枣形针的花形来 那么这个枣形针呢 是由三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组成的 我们来看一下 绕住线 在第一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这就是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 我们不要并针 就这样待着 然后呢 我们继续勾第二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 勾针绕住线 还从第一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第二针就勾好了 然后第三针 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所有线圈 拉线并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勾针勾住线 同时穿过这所有线圈 然后呢 勾一个变似针 固定一下 这个枣形针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三个变似针 还从第一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花形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第二个针牙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过度过来 我们继续勾 第二个花形 重复这个过程 先勾三个变似针 然后勾上一个枣形针 这个枣形针呢 是由三个中长针的 未完成针组成 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勾好之后呢 把所有线圈拉线并在一起 勾一个变似针固定一下 然后呢 再勾三个变似针 在第二针里面穿针 勾一个引拔针 连接好 第二个花瓣就完成了 按这个方法 把后面的三个花瓣 全部勾好 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需要 在下一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过度过去 然后呢 再开始勾新的花瓣 大家跟着我呢 把后面三个花瓣 全部勾好 涨 酱 1 2 2 3 7 7 6 7 8 8 8